快樂生活一整年 喂 家俊喔 主廚午安 主廚 這幾天我的臉一直冒痘痘耶 它有我的嘴唇 它破掉了 一整天都口乾舌燥的 你該不會是上火了吧 上火 大通天還會上火 以前人習慣在冬季進補 是因為營養缺乏 但現在人營養充足 一旦進補過頭 就會有上火的症狀 你最近是不是吃了很多 燥熱的食物啊 對耶 上週跟朋友去吃藥膳羊肉 然後前幾天又吃了薑母鴨 昨天晚上也喝了一碗麻油雞湯 可能真的不過頭了吧 那主廚 我到底該怎麼辦啊 別擔心交給我處理 大函是二十日節氣最後一個 同時也宣告冬天即將結束 雖然天氣還是冷 但是接近春天 進補量應該減少 今天我就教一道 能舒緩體內火氣養皮固味的料理 陪大家一起告別冬季喔 絕名養生糙米粥 請先準備好食材及調味品 分量可供四到五人食用 首先我們將消耗皮的紅蘿蔔切塊 紅蘿蔔有豐富的β胡蘿蔔素 會轉換為維生素A 對於皮膚聯膜的健康有益處 那胡蘿蔔就可以幫我修復嘴破了耶 切我們的馬鈴薯 將馬鈴薯削皮 消耗皮的馬鈴薯會有很多牙孔 通常我們的消耗皮器旁邊一定會有一個突出點 用這個把牙孔挖掉 消耗皮的馬鈴薯都切塊 馬鈴薯是澱粉類 但是如果烹潤的方法呢 是比較清淡一些的話 那熱量就不會太高喔 馬鈴薯能益氣健皮固腸胃 還附有維他命 因此有地下蘋果支撐 接下來我們就煮一鍋熱水 等水滾之後 我們汆燙我們今天所準備的排骨 汆燙好血水的排骨之後 我們再洗淨備用 我們將準備的這200公克糙米洗淨後 放入盆子中 加入適當的水 浸泡兩小時 如果在家有時間的話 可以前一天晚上就把它泡水 然後放在冰箱冷藏 今天準備的高湯先加熱 我們目前市售的絕冰紙有兩種 一種是已經有用不織布的茶包袋裝好 有一種是沒有裝的 如果是使用這種沒有裝的話 我們就記得用濾網幫它過濾 因為它的口感是有點硬 它會破壞我們這道料理的口感 那我們今天就使用不織布茶包的絕冰紙 原味蜜包 喔 顧眼睛的絕名詞 高湯滾之後我們將它放入 小火煮10分鐘 10分鐘之後關火 燜大概20分鐘 我們到約25至30分鐘之後 我們將茶包撈起 然後放入我們剛剛洗淨的排骨 紅蘿蔔 馬鈴薯 然後最後倒入我們 洗淨好泡水的糙米 然後輕輕攪拌一下 然後蓋上鍋蓋 滾了之後我們關小火 煮30分鐘 一樣再燜一個小時 感覺是慢工粗細活 慢慢熬出的養生料理 我們關火讓它燜一小時之後 我們掀開鍋蓋看 檢查看看糙米 是否都已經熟透 像這樣子就非常好 那我們這道料理就完成了 你看節目簡單 自己在家裡慢慢做 哇 大家看 主廚果然是主廚啊 竟然可以把這麼簡單的食材 烹飪出這麼美味的料理 我們來吃一下這個排骨 還有這個 我要鼓一下我的嘴唇跟我的皮膚了 這個排骨跟紅蘿蔔加在一起 這個非常鮮甜超級好吃 而且在絕名詞的香氣秤多之下 整鍋料理變得更有層次更有香氣耶 不斷暖了我的胃啊 還消了我身體裡面的火 主廚 我的新年新願望學好了 什麼願望啊 我要把兩位主廚 教我的24道解析料理學起來 並且做給我的親朋還有我們吃 讓他們快樂生活一整年 台灣的絕名紙茶 又俗稱台灣咖啡 它的食用的話 對清乾養墓有很大的幫助 腸胃不適的時候 可以喝絕名紙茶 幫助我們的排鞭 對長輩來說 它不單單只是一個回憶 那對我們部落來說 它更是一個緊緊的 我們將絕名紙茶自己摘種 從摘種到採收以及包裝 有算跟作的話 我們絕名紙灑在地上就好 它其實不需要太多的照顧 以及農藥的噴灑 那也將我們閒置的農地 發揮它的效益 最多用來是很多的照顧 一拍的照顧 不會是你 來自於那已 也是很示範 它不會是 那是 可以去玩 我們要來自5倍的规判